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我走一下 我不需要他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需要 我需要 走吧 你再来休息啊 嗯 杀人成命 大王 杀人成命 杀人成命 你真是杀人啊 你对不起对不起 我大王平是人很好的 他现在也是因为被黑剧所缠 所以失去了意识 白小生 你也被控制过 你应该能理解我大王 我可奈何的心情吧 我理你 可是我也是受害者 他打我就算了 再哭别哭 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 要不我们坐下来 对对对 聊一聊 杀 杀人成命 杀 弄拍了吗 没有 发生了什么 你没事吧 嗯 你又来了 什么叫又来了 我的心 可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啊 哎呦 你究竟是什么人 弥补森林黑器和你有什么关系 事到如今啊 那我也没有必要瞒你们了 其实啊 我也是黑剧的受害者 你抓着我怎么讲啊 你让他说 是啊 也不能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啊 像我大王 他真的就是受害者 好 这个事情啊 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那时有一个人 他操控了这黑器 灭了我眼妖一族 我的娘亲保护了我 让我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终究没能逃过 被黑器入体的事实啊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在寻找解决这黑器入体的方法 经过多年的探索 我终于找到在青秋有一密宝 可解我痛苦 好 可是这密宝啊 需要一对真心相爱的有情人的配合 才能拿到 所以 你一直念叨的有情人 就是因为这个 你才作合我和 没错 一对真心相爱的有情人 那可比密宝来得珍贵得多呀 我也失败了无数次 直到我 遇见了你们 怪不得你这一路上都在帮助我们 听起来 有道理呀 同样是被黑器所困 为何幻王神志不清 而你却神志清醒 那是因为我的真身 还被别人控制着 尚未完全被黑器给侵蚀 我怎知你现在所言所行 不是被人所控 这命被别人握在手里的感觉可不好 我苦修这么多年 为的不就是不被别人控制 早日夺回我的真身吗 你背后之人是谁 黑器之主 清秋的一位童书士 只可惜啊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真人长什么样子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当然喽 这些都只是口说无凭 你要是不相信我呢 那也很正常 所以我提议啊 我们先把戒指里幻王的黑器给斩灭了 等他神志清醒出来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 制造这迷雾森林 拿黑器迫害他的人 根本不是我 对啊 对啊 先斩断他 可是 他还拿不出那把厉害的剑呢 这件事情严重关乎我的清白啊 所以我 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度 来帮助你们的 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 当然 你跟我走一下 我不需要他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需要 我需要 走吧 你早点休息啊 那我也先告辞了 我这是为了帮你们啊